大家好,我是Dan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两年前有8名13岁男女中学生 在首尔偷了一辆车 以时速160公里的速度闯红灯 撞上了正在另一边通过狮子路口的摩托车 导致正在送外送的18岁大学生 宋秘不至的事件 当时因为这名18岁大学生 是刚口成大学的新生 而在事发当天也对店长说过 送完最后一个外送后 就要跟女朋友去吃好吃的 结果就发生了这种事情 所以令网友们都非常心疼了 但是让人愤怒的事情是 因为当时这些加害者学生们 是未满14岁的处罚少年 所以没有接受刑事处分 只是接受了以交换为目的的保护处分 而更让人上火的是 这些加害学生们 始终都没有向受害者家属道歉 甚至在事发后 在IG上传了他们在警察局的自拍照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共愤 然后在两年后的2022年7月 这四人当中的三人 因为对两名13岁学生A某B某 集体施暴58个小时 而被警方拘捕了 根据媒体报道 A某被这三个人抢走了100多万 被用电线绑住手暴打 B某则是被打到两颗牙齿断掉 头发被减等的伤害 因为目前这些学生们 已经超过了满14岁 已经不是处罚少年了 所以警方以暴力等嫌疑 拘捕了他们三个人 处罚少年真的只是 放走犯法者的恶法 人不会变得社会的败类 就是要斩走出根 一开始就是在 恶用处罚少年法引起各种事件了 既然还用处罚少年法来保护 不处罚他们 这是对的吗 别指望那些人会被叫化了 赶紧废除处罚少年法吧 青少年保护法 应当是保护受害学生们 如果是保护加害学生的话 这很不应该吧 真的是大错特错 所以大家觉得 人能不能被叫化呢 下个消息是 海埔新人出道计划与现状 这个贴文 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Lucida Pym Source Music所属 2021年3月发表会推出新人女团 2022年5月出道 Nujiens Odoa所属 原本预计与Source Music合作 2021上半年出道 但是因为新冠病毒取消计划后 设立新的厂拍Odo 2022年8月出道 还一部假片男团 原预计2021下半年出道 因新冠病毒无法去日本决定延期 今年7月开始进行了选拔成员的节目 预计在年底出道 P-Hit新人男团 2020上半年在YouTube等宣传出道组成员 先预计2022年年底出道 P-Hit新人男团 原预计2019年出道 持续延期后 最近召开了争选赛 选拔了最后一位成员 预计2023年出道 I-Land 2 原预计2021年播放 先改为2023年播放 库子新人男团 极库制作的第一组男团 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说过 以明年出道为目标正在进行中 前几天召开了选拔Ripper的争选赛 目前预备成员中还没有Ripper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又不是爱斗工厂 这是在做什么 却管理好现有的孩子们吧 是因为旁摊军队问题心急了吗 感觉有点夸张 极库制作的男团里 还没有Ripper 是一个笑点QQ Hype的新人计划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Shuper Junior Onyok的父亲 昨天突然离世了 因为就在前一天 Onyok的父亲 以健康的样子出现在 Onyok的YouTube影片中 所以这个消息 就更让网友们心碎了 目前Onyok留在韩国 跟家人们处理爸爸的后事 而因为原本预计在 6号马尼拉的演唱会 飞王马尼拉的其他成员们 也决定取消演唱会了 不过活动虽然取消 但是成员们还是出去现场 向粉丝们道歉了 已经知道消息的现场粉丝们 都大喊没关系 不要让成员们亏叫 但是在队长尹特说出 当我们再次回到这里的时候 Onyok她会站在我身边的 好 现场的粉丝们都累绷了 看着Onyok的家人总是很和睦 是我理想中的家庭 因为在Onyok影片中 常常能见到爸爸 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连我都这么吓一跳 Onyok的心情又会如何呢 刚刚才看了爸爸跳舞的影片 想到Onyok的心会被刀割一样 真的好想哭 之前在节目中说过 妈妈的健康也不太好 真的很担心妈妈 希望能加油 希望Onyok以及Onyok的家人 都能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